不久才重新平息 但最近又因为王欧的一个举动 再度将他和杨幂扯在了一起 甚至有网友直接吐槽 他这是在蹭杨幂的热度 各有粉丝劝王欧 不管怎样还是必行 不要沾上杨幂为好 原来在2月25号 王欧宣传自己的新剧的动态下 有一位微博ID为杨幂炸军的粉丝 询问王欧电视剧剧情的相关问题 光看名字就知道 这位明显是杨幂黑粉 大家看了王欧看到了 即使是为了明哲保生 也应该不会回复这位粉丝的问题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王欧直接回复说 您把名改改 对此回答有人赞扬他的耿直 但也有网友觉得 王欧此举是在蹭热度 毕竟从吃瓜群众的角度来看 王欧杨幂可是情敌 这不落井下时已经很有人品了 竟然还主动让黑粉改名 太善良了点 其实如果不过分解读 王欧让杨幂黑粉改名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想要表达善意 也许是女演员间的心心相惜 毕竟王欧也被黑的时候不少 而且从王欧平时的言行不难看出 他的确是一位耿直真实的人 比如他为一阳清洗的新歌打榜时 也被质疑蹭热度 但从他社交平台的表现来看 如果蹭热度也就是一波 但他不管是微博还是因子 几乎很多都和一阳清洗有关 更夸张的是连手机壳都是一阳清洗 可见他确实很喜欢一阳清洗 很多粉丝是从明星大侦探4中 喜欢上的王欧 虽然艺人也有人设意说 但王欧平时的词